看完西班牙的作品 我们来看韩国的艺术家 台北当代馆最近邀请了19位韩国艺术家 呈现他们的当代艺术 有一些艺术家利用铁丝作画 他说铁丝跟我们的社会一样 都是由很细小的单位构成 交错的过程就像是人与人的缘分 建构出很有趣的图形 也有一些艺术家用人的头结和猪的身体 作品非常震撼而且生猛有力 一起去看看 人头搭配猪的身躯 被大卸八块的雕刻品 吊在半空中 旁边则是挂上了人脸结合肉块的合成图片 这是韩国艺术家韩孝希的作品 他认为人类跟一般动物没有不同 我们就像是带宰的猪只 被少数人决定未来的命运 强烈的视觉效果 反映出韩国的当代艺术发展 当代艺术馆这次展出韩国当代艺术展 共有19位艺术家89件作品横跨绘画 复合媒材等不同类型 艺术家李金浩则是用超过一万个亿元硬币创作 民众可以一边许愿一边丢硬币 玩具挖图机则会自动开采地面金币 透过各国最小的货币 探讨人类生存以及欲望的关系 艺术家李庆美则是用数百个新型气球 搭配一只太空猫 他说气球就像是每个人的生命 看似华丽但破掉后什么都不剩 而太空猫则是艺术家本身 凝视这些生命的绽放和陨落 韩国当代艺术展带来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